其实我是想要找一个机会 给爸爸妈妈重新拍个婚纱 再来完成他们的信任 每次想的事情已经 忽然间达到了惊喜 感觉到惊喜 兴奋 所以我觉得可以给他们带来 不同阶段的一起成长那种感觉 就是或许这个东西不是我喜欢的 可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喜欢的东西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风哥 韵李士兵 我要给你们讲一下 今天你们看到的我呢 不是主持人的身份 我今天的身份很不一样 我的身份是心愿策划人 听起来是不是很有意义 因为呢 我就有收到了这个 Wellless制作组的邀请 他就有说 他们会收集很多 就是他们用户的这个人生故事 然后收集过后呢 再看看有没有哪一些故事呢 是值得让你们一起来发现的 第一期啦 第一期的这个企划呢 也就是 父亲节企划 OK 而每一期呢 我会找一些 我自己身边很好的朋友 可是这个朋友呢 还没有到 我call他一下 想 唉 you put say 哟 你到了没有哟 我在这边很久了啦 我补妆 我在弄我的刘海 有什么妆好补的 因为我知道你的心愿是想要见到我嘛 所以我当然要美美这样登场啦 漂亮登场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玉 这样你有没有什么心愿 想要我帮你实现 我也无数个小心愿 你还是自己想象就好了啦 OK 先大概跟你讲一下今天这个 我们呢 我们责任很大 我们两位是心愿策划人 我们要去帮他们实现他们的心愿 幸运得到了 到了 所以你们要去开车去接他 哦 所以我们现在要去载他 对 哦 OK 好 这样你驾车咯 我开车这样 他可能完成不了他的心愿 你有心愿吗 我开车 喂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玩啊 试试看啊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 那边那边那边 应该是他 Hello 静婷是吗 啊 哇 哇 长发飘逸哦 漂亮 真的 哎呦 哇 很漂亮 哈喽 你们好 我是心愿忍筋庭 你好 其实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听制作主说 因为他们其实都有收集了很多很多人的故事 然后呢 就有读了你的故事过后 觉得说 诶很特别 因为你想要给你爸爸一个很浪漫的父亲节 不过我觉得一定要讲一下 因为你有写你的心愿 是要帮你的爸爸妈妈拍一个婚纱照 感觉有听过 我妈妈想要拍一套婚纱照 哇 我上大学了之后 就感觉我有自己的社交圈 感觉令他们越来越生疏 我们关系依然是很好 可是是杀了之前那一种味道 会耶 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就是 我们长大了过后 可能就会慢慢地忽略了 跟家里人之间那种很亲密的关系 你有看到你家里人慢慢变老的时候 你的心里的感受是不是 就很不好说咯 就是想要 因为以前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那个时光是很美好的 所以就想要冲轮回以前那一种时光 期待看到他们的一个表情啊 我们现在差不多 我们还有三分钟就要到了 等一下你看你看 他爸爸在客树 我们这边都听到 很近了 很真实的 等一下我送这个东西过去 真的他一定很喜欢 好 那你先进去 你进去啦 第一次我们要送礼物送到这么 而且还要鬼鬼碎碎 这么鬼鬼碎碎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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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哈啰 你好 你好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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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我们来 visit 一下你 直播啊 父亲节快乐 直播啊 哈啰 你好 你好 OK 旁边我们进来嘛 可以可以可以 进来 啊 OK OK 来来来来 哇 哈啰 你的家很美咧 没有啦 人家会美 乱七八糟 来来来来来 因为我们今天是想要送 是 你知道吗 因为这样子的 我们刚才哦 我们刚才在这个 电梯口那边哦 我们远远就听到你咳嗽了 因为静婷呢 他就有讲说 你每次一直有咳嗽 一直有咳嗽 就是静婷 他有买了一些 就是Wellless的产品 比如说葫芦汁 就是对你的这个咳嗽 有有有有有帮助的 所以这个你要好好 好好拿着他的心意来的 你知道吗 父亲节咧 哈哈哈哈 怎么这么尴尬 谢谢你啊 他爸爸有点排泄 你这样不好的事 谢谢你 我们是来送货的 哇嘿嘿 这是送给爸爸的 父亲节礼物 谢谢 来爸爸 你这个可以放下来 然后你打开来看一下 这个打开啊 打开啊打开啊 没有surprise啊 哇 哇 金马奖啊这个 哇 金马奖啊 打开来看 你拿出来看 拿出来看 你拿了什么奖 是一个奖座 什么奖来的 哇 那边写着一个Dad 哦 这样两个 哇 看到吗 最佳父亲奖 哇 恭喜啦Uncle 女儿颁给你的最佳父亲奖 其实为什么你想到说 要送爸爸一个这个最佳父亲奖 对了 爸爸是全世界最棒的爸爸 然后 好 哇 谢谢 爸爸 哦 好了 来个爱的抱抱 来个爱的抱抱 来一个家庭来一个爱的抱抱一下 妈妈妈 妈妈也来抱一下 看你的美人鱼 妈妈也来抱一下 你是美的鱼 美的鱼 看上去是一个奖盃 可是我觉得真正的意义是在于 他很肯定爸爸给予整个家庭的付出 你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就是最佳的爸爸 今天呢你讲你什么都玩嘛对不对 这样子的话我们接下来带你一起去玩啦要吗 你你有时间嘛 我已经安排到哦 就是你知道天衣无缝了 就是完全为了你们两个去设定的一个东西 我们其实是心愿策划人 我们有一些任务的 我们有一些东西要帮你们去完成 OK 我们不找这么多了 Uncle and Andy 我们一起上车吧 这样吧 来Uncle 来Uncle 来 惊喜出现了 来 还有还有妈咪也是要来的 我们就是要带你们来这边 我们要带你们来这边来 请你 你们觉得我们要带你们来这边什么 摄影开来的 是啊 我这个是摄影开来的 我们先过来这里 先参观一下 哈啰哈啰 你们要在这边了 好 你来 其实刚刚我们去到你家 送你礼物啊那些啊 其实全部都是小小的东西罢了 蜻蜓呢 最大的一个目的是 他曾经有听过 就是你们有讲到说 有机会呢 想要再拍一次结婚照 结婚照啊 OK吗 你OK吗 OK了 然后他就讲说找了我们想要安排今天给你们两位拍你们的一个2020年的结婚照 我还有这样的机会谢谢你们啦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找来了这个我们来到的这个是Time Up Studio这边是专门拍很fashion的这个结婚照的 OK 好像你们现在准备啊 买完了啦 来来来来一人坐一边 我觉得很刺激啊有没有人突然间 对啊无端端然后来到这边讲拍婚纱照 而且还是28年前拍过一次现在再拍 等一下你有没有憧憬拍婚纱照这样子 呃我不要憧憬看到等一下他们画面没办好好的那个样子 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 没有我安哥哭啊不是我哭 不要哭 哇 哇 哪里来的美人鱼这么漂亮 行龙 行龙问一下你啊 太太现在你看到怎么样 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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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越了 ok 那我觉得就是刚刚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这个造型师啊 化妆师啊 打扮到大家很漂亮了 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正式进去里面拍照了 走 那我们现在就进去里面拍照 我们来看一下改变啦 ok let's go Mama 還蠻可以擺Post的喔 是啊 而且我跟你講 真的 你可以感受到他們這對夫妻的默契 他們沒有講說我不懂他擺什麼Post還沒有 真的 而且感覺很享受的在拍攝 他爸爸是一個非常照顧傾聽朋友的人 因為哪怕是他爸爸沒有見過我們都好 他都是很熱情的 他都是很熱情的 欸 你們來來來來來來 就是很好客 我覺得這個也相對是 這個爸爸給予他的女兒信心的一部分 因為我覺得其實我是想要找一個機會給爸爸媽媽重新拍個婚紗照來完成他們的心願 然後剛好你們也是有要找個心願人 然後就是機緣巧合之下你們幫我完成這個心願也是很感激你們 來到這一邊的時候當看到太太這麼漂亮然後我們打算幫她就是拍婚紗照啊 可以感受她的激動的你可以看到她的眼神那種感受很強 就是她的太太在那邊畫著妝的時候呢她是會自己自動喔 這個很重要喔爸爸會自己自動拿手機去拍媽媽喔 她喜歡幫她的另外一半拍照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很感人的一個東西 就是很溫馨的小舉動啊 就是或許這個東西不是我喜歡的 可是因為我喜歡你我喜歡你喜歡的東西 有像回到以前拍婚紗照的感覺 我覺得比頭第一次的時候更加興奮高興喔 每次想的事情已經忽然間達到了驚喜 感覺到驚喜興奮喔 看爸爸媽媽拍那個感覺會特別的不同 因為是我最親近的人 也是有一種感觸就是跟平時我們看的不一樣的感覺 難以形容 拍攝婚紗照這個東西 爸爸也是有講 唉 老婆講了很多次喔 我都沒有去做到這個點 今天喔 可以做到喔 也是很開心的一件事 就是講一見鍾情這回事到底是怎樣的囉 原來現在才體會到了這樣子啦 後來電話聯絡了之後 然後就覺得應該約會了 從新加坡上來接龍坡找他囉 然後我們在一起拍拖了兩年多了 覺得年紀也差不多了囉 向他求婚囉 夫妻在一起最重要是講要互相諒解咯 互相包容咯 互相信任咯 有時候有什麼事大家一人讓一步咯 所以就維持到現在啦 所以可以來到了現在 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們之間那個互動是很親密 然後很溫馨的 然後再來拍這個比較modern look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可以給他們帶來不同階段的一起成長那種感覺咯 我覺得2020年這個父親節 父親節 應該是忘不了咯 今年的父親節 雖我爸爸不是什麼很有錢的人 可是他對我的愛是已經超過了那個想像中的 小母 可以講小母用嗎 可以可以可以 媽媽 今生今世 能夠遇到你 我不怨不悔 下一次 我還想再遇見你 OK 這28年來啊 對這個老公相當滿意喔 雖然不是很有錢啦 最重要是疼我們 疼我跟女兒 這個是我們最滿足的 每一天我們都覺得過得很開心 分享你的人生故事 你的心願 我們幫你實現吧 好嗎 好嗎 你沒事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